江西省辅州市金西县有着千年的历史 地处临川文化的复兴地带 王安石诗中《香妖锦绣古中春》指的正是此地 这里拥有大量的明清建筑 临次制笔 青砖带瓦 清格排放 造型奇特 辉红大气 水雕 砖雕 木雕 形态各异 栩栩如生 代表了中国农耕文化时期不同历史阶段 所在文化区域民间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 堪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活化史 因为金西的文物的量我们号称百千万 一百个村子 一千栋的明朝的建筑 一万栋的清朝以后的建筑 总量达到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三栋 一个村子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家族 比如说过年 这个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 然后呢 共同在这个厅堂里面守睡 守到了这个凌晨的时候敲钟 这样的记忆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永远的这种美好的回忆 也是一份乡愁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不一定是它的功能 实际上更多地承载了情感的东西 一口井 一棵树 一方庭院 一幢老屋 是中国传统村落的典型异象 老屋在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同时 也在风雨洗礼中饱经沧桑 有的年久失修 土墙坍塌 有的屋顶漏水 柱子没烂 老房屋与谷村落日益破败 逐渐消失 2016年以来 由国家文物局倡导的拯救老屋行动 在全国各地推进 金西县对全县2600余处古建筑 进行抢救性保护 那比如说像这种电线 我们这要求用铜管的 金属管 因为你这个PVC 久了会老化 那么可能就是 因为大家知道火的木结构 这个方案不像传统的设券的方案 就我给你画成C电脑的图纸 然后再上去施工 而是反过来说村民先说 比如说我想把这一间利用成厨房 我想把那一间利用成卧室 那么基于它的这么一个考虑 就是包括对卫生间的这种导入 包括对厨房的这种使用 都给它考虑到位 让它修完以后 它就能够发挥作用 那么能够改善它的居住条件 老屋不仅承载着 户主一生的回忆 更是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子 再破再烂 村民们也舍不得拆毁 前几年未修缮时 每次遇到台风大雨天气 村干部都要挨家挨户 上门确保村民的安全 拯救老屋行动的实施 不仅保护了文物 更保障了村民的居住安全 在今天江西津西不少凋零衰败的传统建筑 在建筑师的手下再次焕发出了生机 单纯从经济角度看 维修老屋或许还不如重建新房划算 但作为古代历史与地域文化的完美标本 老屋不仅构成了中式建筑的美学意韵 更保留了一代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所以维修老屋不能只算经济账 更要算文化账 那么房子修起来了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用起来 房子的保护和这个房子的活化利用 应该是一体的 比如说搞文化站 村使馆和旅游结合 和乡村旅游和修宪旅游 和沿学旅游都可以结合起来 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 该把保留着历史记忆的 富含着传统文化精髓的 传统村落这块 尽量多地保护下来 在金西县大坊村 一群来自荷兰的艺术家 借助荷兰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以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 活化利用为目的 引入荷兰创意文化 打造荷兰创意村 风车是我们荷兰的标志物件 我们荷兰也被称为风车之国 这一次我想把风车 放在中国的古老乡村里面 像童话故事里那样美好 通过这面云朵镜子 把我们荷兰的国宝 照进中国的田野里 金西县大坊村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 房子不用钉子 深色系的建筑非常有味道 我们希望荷兰的艺术家 能够给老房子创造一种新的景象 让西方元素为中国的乡村 添加色彩 以县域为单位 金西县拥有全国数量 最多的明清古村落群 这些独具特色 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资源 可谓没有围墙的 传统村落博物馆 当地的老百姓常说 金西古村落不是我们金西人的传家宝 要发展经济 更要留住青山绿水 记住乡愁 祝福金西人的明天更美好